我们在购买汽车的时候 偶尔会听到销售人员说 这是一辆A级车 这是一辆B级车等等 那么汽车的等级判断依据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这里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ABCD级车 分之S级又算哪一级 看完总算明白了 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 如何去划分一辆车是A级车还是B级车 主要是通过其轴距的长短来判定的 这句我们可以定义为两个轴承的中心位置的距离 一般情况下轴距越长则车身长度越大 汽车的驾乘空间也会越大 驾驶或者是乘坐这样的汽车 起速实性也会更加良好 接下来就来具体讲讲 第一A级车基本都是紧凑形轿车 汽轴距在2.5米到2.7米之间 车身长度往往也在4.5米到4.7米之间 这种汽车比较适合家用 所以很多的私家车都属于A级车 第二B级车 B级车指的是中型车 汽车距在2.8米左右 车身长度也在4.8米左右 这样的汽车相对于A级车来说 空间更大 驾驶的舒适性更加良好 还带有一点商务风格 所以B级车既可以作为商务车来使用 也可以作为家用车来使用 它介于两者之间 第三C级车 C级车指的是中大型轿车 汽车距在2.9米到3米之间 车身长度也在5米左右 有这样一个车身长度 汽车时体验将会更加的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 C级车往往都和好车沾边 第四D级车 T级车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轿车 汽车距超过3米 车身长度也超过5米 其中就包括我们知道的BENCH S级 这样一说 或许大家就明白了 D级轿车基本都是好车 看完以上内容 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